剛剛我們一關一關過 所以 第一個是把介面做出來 第二個是下拉清單可以產生 再來的話輸入之後也沒問題 有沒有 然後再來的話也有個下拉清單 好了 這個其實做的跟上個禮拜一樣的事情 只是差別在哪裡 我需要按一下確定 按一下確定之後怎麼樣呢 可能要解決幾件事 一 我要 放到 OK 好好 好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完成 所以完成到這邊之後 那我按確定之後我應該做什麼事 所以其實 未來 你們在撰寫這類似運用錶單的話還是用直覺的啦 反正你就把邏輯給設計出來之後 再一步一步解決那個問題就可以把 一個錶單 的需求給做出來 甚至可以做出一個競銷存系統都沒問題 好 那裡面的話呢當然我們就是 一 先確定我要寫到哪一列 通常是向下追蹤 追蹤到之後怎麼樣 把它加一 這個是第一個需求 第二個需求什麼呢 按確定之後 因為我已經知道是30 所以也許是一個R R就是30 那我放在他的B到F 放什麼東西呢 把這個 這個是 CMBA 1.test 裡面的資料放在他的 哪一列 R列的 B欄 這個東西的話呢 放在 R列的 C欄 所以你可以用什麼 用sales 有沒有 sales R列 的 B欄 放什麼呢 放這個東西 放進去 後面的丟給前面 所以中間加個等號比較好 所以一個蘿蔔一個坑 一個蘿蔔一個坑 分別把這些東西呢 搬到這邊來 所以 第二件事就做完了 所以 1是抓最下面一列加1 2的話呢 是把這些資料搬到這邊來 最後有編號 編號怎麼做比較簡單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我想到 乾脆把上一列這個有沒有 上一列的數字怎麼樣 加1之後有沒有 這個數字 加1之後 幫我寫到這邊來 但是你有加的這個動作 那isale呢 就會自動幫你把00 去掉 因為你有加的話 我講過啦 他會自動幫你把文字 轉成數字 之後再來運算 所以 他會把0028變成28 28幫你加1 加1之後變成29 所以呢29 那你寫到這邊來的話 他變成沒有00 所以你可以 再把這個儲存格格式化之後 再 變成0029 就可以把結果給寫進 OK 大概會有這些 剛剛講的三個步驟 不過呢 還有一個問題 因為 我們上個禮拜做了一些事 就是什麼 有做那個 保護對不對 所以恐怕你要加這個之前 你要先確定一下你有沒有保護 我這邊是有保護 所以你還要先什麼 寫錄之前 先做unprotector 1234 最後呢 再protector 1234 OK 那他有個地方可能要注意 就是 上個禮拜我們有寫一些那個什麼 Change事件有沒有 記得你要把那個Change事件先全部關掉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丟東西進來也會觸發那個事件 會造成程式錯誤 OK 所以你要把上禮拜寫東西 先把它註解掉 不然會發現 Demo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1 按確定 有沒有 這就出來了 不過其實應該還有個全部 清楚我是沒有加 那假設要再 再做一個 然後 地區 按確定 又多一個 有沒有 OK 全部清楚就是把這裡面全部都變成空的就好了 做法 我們依序來看 怎麼做 可是情況下你那個數量啊 60 對 假設你不想去按到字 那 那差不多要除錯 只是你按到鍵盤 你說 加個A對不對 之類的 那就掛掉了 那怎麼辦 要不要除錯 要啊 所以這個叫防呆了 防呆可能後面再寫 因為 我們現在是 先以那種 正常情況下 去設計 但是有一種 後面可能你要去再去想說 會不會有可能一些特殊情況 比如說怎麼樣 你按確定之前 這邊其中有一個沒有輸入 那其中有一個沒輸入 你也要做防呆啊 不過防呆的部分是這樣的 就是 你要先把正常的先想完 再去想 可能的其他的 錯誤啦 你不能說你正常都還沒想完 你去先想那個 可能 那我想啊 這程式你永遠寫不完 所以先把正常情況 先做完 然後你剛剛那個 你可以把它memo起來 好 如果 輸入的不是一個數字 而是一個什麼英文字之類的 那怎麼辦 那你memo起來 你就是 再針對 這種可能性 去做個防呆 就是 如果 裡面輸入的資料 它不是一個數字 的話 那怎麼辦 我們應該做排除 所以可能要判斷一下 他是不是輸入一個數字 或者說 甚至有沒有辦法讓他不要輸入 那個 非數字以外的資料 好這個可能就是再去找有沒有 什麼方式 像我記得有一些工具啊 甚至他可以有一個 一個屬性吧 叫做Type 也叫什麼 叫什麼什麼Type之類 就是什麼什麼形態 就是直接可以讓你在屬性裡面 直接讓使用者可以 可不可以輸入什麼東西了 好所以這邊看一下有沒有什麼一個Type 我有點 我記得好像是有 好像沒有啦 不過 這個可能要早早看 如果有的話 那就直接從這邊去做設定就好 如果沒有的話就是 再去 程式裡面 去做那個 設定 OK 那我們剛剛講的三個 那程式怎麼寫 其實就是這些 那至於怎麼寫 我想待會細節部分 主意來看 那我把它分成 123 有沒有 先偵測 最下面一列 的位置 把它加1 OK 所以基本上我的程式是 直接這邊點兩下 然後 先做剛剛三件事 我分析出來 有三件事把它做 那理論上有的時候會先怎麼樣 先把那個 註解先打上去 因為有時候 你可能 如果註解沒先打上去的話 就忘記了 漏一個就麻煩 所以 我要怎麼知道最下面一列 那我可以怎麼樣 從那個 哪一個地方 向下追蹤 從 A1 我現在用A好了 應該沒習慣用編號 我從A1 向下追蹤 或A2也可以啦 Ctrl向下 有沒有 31 這個時候的話呢 它會追蹤到我現在最下面一列的位置 所以 這個我想寫了蠻多次的 這個固定的 那你如果要確保說 是不是停在原始資料 你可以在這邊加一個 Shits 不過我現在是沒加 然後加1 丟給這個R R的話就是31 加1 就32 接下來的話呢 為了避免什麼 因為我這邊有個protector 就是保護 這上個禮拜的東西 我為了要取消他的保護 所以這邊unprotector 才能寫入 那再來的話分別吧 BCDEMF 這個是指的是寫入到 哪一個儲存格 那寫入到哪一個儲存格呢 我這邊剛剛講了 如果R追蹤到 R追蹤到的是 31 把它加1之後變32 所以呢 32列的B欄 放什麼呢 第一個有沒有 放那個下拉清單 A的test C欄放什麼 放B D欄放什麼 放C E欄放D 這個LBL F 有沒有一個蘿蔔有坑嘛 應該知道這個對應關係吧 然後呢 就完成了第二個動作 分別把資料 輸入到B欄到F欄 最後是編號部分 編號部分的話呢 那我怎麼做 我 剛講過就是先把上一列 那上一列的資料怎麼 怎麼 抓回來 上一列的資料呢 實際上 就是 這個Sales R-1 R-1 B不就是上一列對不對 A欄的資料 OK 那我先做什麼呢 先把這個儲存格先變成文字 再把資料丟進去 OK 所以特別注意 我的做法是 這邊射中段點好了 我們分別 把這個執行一下 現在 先一 正常狀況 我們先 暫時不考慮那個可能例外的 然後這個地方你會發現一個一個都幫我輸入進去了 再來就是那個 編號部分 那我的做法是一 先把 這個儲存格變成文字 那怎麼變文字 利用那個Lumber format local 這個其實你可以 這邊點下去 點 Lumber 打一個N就可以了 Lumber format local 這個指的就是有點像右鍵儲存格式 然後呢 把這個 等於什麼 等於雙一號 裡面記得 加一個小老鼠 加個小老鼠意思就是把這個儲存格變成文字 這個後面 瓜糊記得要補一下 因為如果你補了瓜糊點下去他不會有反應 好那把這個儲存格裡面變成文字 再來怎麼樣呢 把 Format 特別注意喔前面有講過Format Format 意思是格式化 格式化成什麼 把 上一個儲存格 這個30有沒有0030 丟進來加1變31 之後的話呢 Format 再格式化成0031 因為後面有 有 四個零 最後這個地方 第一個先格式化 不過格式化這邊看不出來 然後呢 輸出0031 有沒有 0031 最後記得再把它保護起來 OK 完成這個結果 所以 剛剛講的部分 至於防呆 我想 後面再講 那 可能要特別注意一點就是 如果你上個禮拜 有寫那個 我們原始資料裡面這個 有沒有 本來這邊是 有沒有 寫了一些東西嘛 那我是 建議啦 一定要把它 先註解掉 不是 你也可以把它刪掉 我刪掉就沒有了 好所以我的習慣什麼 把它變成註解 因為如果你沒有把它 註解掉的話 它還是會 當你輸入 B欄的資料 它還是會做這些事情 那就會怎麼樣 重複做了 而且會差分 發生錯誤 OK 所以請各位稍微試一下 那我也會把那個剛剛寫完的 這個程式 一樣放在 雲端上面給各位參考 OK 這邊的話呢 給各位看 這個地方 我一樣把它放在雲端上面 畫面先還給各位